落日沉溺于橘色的海 晚风沦陷于赤城的爱 大家好 我是丸子 今天要给大家讲一个故事 男友本来对我很好 在我跟他求婚后 他就飘了 他退了我旅行团的钱 给他妈买了个金镯子 还要求我补差价 我气愤不已 要求他还钱 他却不耐烦地说 我这都是为了你好 国庆我妈六十六大寿 你得给他做六十六道菜 我才能娶你 你别忘记 我可还没答应你的求婚呢 你做好这件事情 是很加分的 看着他理直气壮的模样 我忍住怒气笑着答应 等到国庆那天 他全家喜滋滋来我家 等着开席 却只看见空荡荡的房子 和六十六桶泡面 男友全家恼羞成怒 把我家喜结一空 我并不生气 只是默默地按下了监控录屏 反正你们拿走我的假包 得给我还真的钱 男友朱文俊拿出一个盒子 放在了我的面前 是周大生 我愣了一下 朱文俊平常十分小气 怎么可能突然送我这么好的东西 不过我还是一脸欣喜地打开了 可是看着这老土的款式 我有点尴尬 送我的 这个样子是不是有点老气了 朱文俊把我手里的镯子 抢回去擦了擦 然后又放进盒子里宝贝地说 不是 这是你给我妈买的生日礼物 我妈不是过几天六十六大寿吗 我更愣了 我给你妈买的礼物 这是什么意思 朱文俊白了我一眼 对呀 你不是上次订了个旅行团出国旅游 我之前都不知道要那么多钱 所以我直接把你的票给退了 然后我拿退回来的钱买了这个镯子 所以是你给我妈买的 对了 这个课重大 还差了一千多块钱我给你补的 你晚点记得转给我 草点太多让我不知从何说起 反射性地先问了一句 你凭什么退掉我的旅行团 朱文俊被我的语气吓了一跳 敏青 我这都是为了你好啊 你上次跟我求婚的时候 我就告诉过你了 如果你不改掉你的这些毛病 我是不可能答应跟你结婚的 你自己忘记了吗 一说起求婚 我头更大了 上个月我喝多了 脑子稀里糊涂地拿了个拉环 跟朱文俊求婚了 朱文俊当着所有人的面说 我是喝醉了 并没有答应我 我以为是他足够君子 或者是想要自己求婚 没想到是他觉得我有毛病 配不上他 见我不说话 朱文俊以为我是知错了 他继续续叨叨地说着 还有啊 虽然说旅游花的都是你自己的钱 但是你要知道 你迟早要嫁给我的 所以你花的等于是我们以后的家庭基金 你一定要省着点花 再说了 我妈六十六大寿 你怎么能莫名其妙出国旅游 这难道就是你认为好儿媳该做的事情吗 我不明白一个六十六岁 哪里需要大操大办了 据我所知 朱文俊的妈妈脸六十岁大寿 也只是一家人去饭店随便吃了个饭而已 我努力克制住了自己的脾气 想着至少先把钱拿回来 再说分手 于是我伸出手朝着朱文俊 你自己想给你妈买东西 我没有意见 但是旅行团的钱是我自己的 你必须还给我 别搞什么孝心外包 朱文俊见我这样 并不生气 反而轻轻地拍了拍我的手 你跟掉钱眼里面一样只知道要钱 我准备了比钱更好 你更需要的东西给你 我决定看看这个礼物再说 什么东西 朱文俊跟宝贝一样 从怀里拿出一张名片 是这样的 我们那边有个习俗 婆婆六十六大寿 必须吃儿媳妇六十六道菜 我知道你不会做饭 所以我特意托朋友 找了个餐厅 我已经跟餐厅说好了 接下来的半个月 你每天下班了 就去餐厅帮忙 学好六十六道菜 这也就是我朋友多 要是别人 怎么可能给你偷学的机会 你记得一定要好好帮忙 可别丢了我的脸 知道吗 我觉得可笑 忍不住冷笑着开口 你知道做六十六道菜要多久时间吗 朱文俊茫然地摇了摇头 随即也跟着笑了 不管多久 你都得做呀 这是你分内的事情 你要嫁给我 这就是必须经历的 而且我不是给你想办法了 给你找地方去学习了吗 找地方学习 说得真可笑 让我下班了 去免费当劳动力 看人做菜 这也叫学习 朱文俊还在一字一句地说着 不停地念着一些菜名 我再也忍不住了 大不了钱我不要了 够了 我不会做饭 更不打算给你妈去做六十六道菜 你要是有孝心 你就自己做 别指望我 朱文俊明显愣了一下 似乎没料到 我竟然会拒绝 谈民情 你不要说让自己后悔的事情 我可还没答应你的求婚呢 我当时是当着朋友的面 不好让你太尴尬 只要你把这次寿宴准备好了 我妈肯定就会同意你嫁给我 到时候我就答应你的求婚 我甩开朱文俊的手 那正好啊 你没答应我求婚 你这么奇祸可居 那找别人去不就行了 最好直接找个厨师 到时候别说六十六道菜 七十七 八十八都不在话下 何必找一个看不上的我 见我脸色实在不好 朱文俊的语气 也稍微温柔了一些 敏轻 你要看清楚现实 我这一切都是为了你好 我妈一直觉得 你配不上我 我一直在给我妈做思想工作 这次的寿宴 真的是一个很好的机会 我实在不知道 朱文俊怎么会变成这样 陌生的让我以为 我是第一次见他 之前的朱文俊 只是有点小气 但是对我还是很好的 凡是不说有求必应 但是也是事事有回应的 而且他不抽烟 不喝酒 没有任何的不良嗜好 是家中独生子 条件不算好 但是绝对不会拉我后腿 我们从大学就在一起了 现在也有六年多了 他给我提供情绪价值 我则是会大方地 给他买很多礼物 不求回报 朋友们都说 我这是找到了 二十四孝好男友 绝种好男人 可是一切都在 那次求婚之后变了 求婚之后 他似乎突然有了底气 觉得我离不开他 觉得我对这份感情 付出的更多 他不止一次地 在我面前跟朋友炫耀 所以啊 你若生开花自然来 你看 只要你们能像我一样好 你们的女朋友 也会求着嫁给你的 我每次只当他开玩笑 笑一笑便算了 可是没想到 他并不是开玩笑 他是认真的 我看着面前 仍在细数菜单 忍不住咽口水的朱文俊 觉得无比恶心 若是再多看一眼 我都会忍不住吐出来 我本想直接说分手 可是想到这些年 我给他花的钱 我露出一个意味深长的笑容 是 你说得对 我肯定会好好地学习 六十六道菜 让阿姨满意 成功嫁进你们家的 朱文俊这才松了口气 那就好 你看 你刚刚说那些 现在后悔了吧 我只是顺从地点了点头 并没反驳 心里却在想 希望你可以喜欢我给你准备的惊喜吧 很快就到了三十号 朱文俊一大早就把菜单给了我 你确定你没有问题对吧 我点了点头 当然了 你放心 这些菜我全都会做 我连桌子都准备好了呢 朱文俊打量了一下我家 建餐厅的小桌子都换成了一张长桌 足够坐下二三十个人 他满意地点了点头 可是很快他就发现了问题 不对啊 那些鲁味我不是告诉过 你要提前一天做吗 怎么都没做 还有 厨房怎么空荡荡的 你怎么还没买菜 我假装吃惊地说 菜不是你买吗 我哪有钱买菜呀 你知道我的 是月光族 去旅游的钱都是我爸妈给的 朱文俊想了想 似乎觉得我说的有道理 毕竟我有多少钱 他清清楚楚的 他有点着急地说 那你再找你爸妈要啊 明天都是十一了 你不能光会做 却一个菜都不买吧 我请帖都发出去了 明天要来二十多个人呢 你连菜都不买 我们吃什么 我叹了口气 我想过找爸妈要啊 可是我要是跟我爸妈说 你把我旅游的钱 拿去给阿姨买镯子 现在还要我出现买菜 我怕我爸妈 会拒绝我嫁给你的事情 再说了 我爸妈说 打算给我买套房子做嫁妆 我咋好意思一直要钱呢 一听到我说房子 朱文俊眼睛都亮了 你说什么 你爸妈要给你买房子 我点了点头 我爸妈手里有点钱 觉得现在房价太高 靠我们买房子太吃力了 所以决定替我们买一套呢 朱文俊又犹犹豫豫地说 那你爸妈买房子 肯定是富首付 我们还贷款吧 那我建议可以写我的名字 这样你就没有还贷的压力 我也更有赚钱的动力 我憋着笑点头 还是你有办法 那这次买菜的钱怎么办呢 如果你实在没有 我就去找爸妈要吧 大不了房子买小点 或者不买也没事的 他没有犹豫 给我转了两万块钱 好了 那我先借给你 到时候这两万 在彩礼钱里面扣回来 但是我得收点利息 两万抵四万 我这可不是为了钱 我是为了让你长记性 要不是你自己乱花钱 至于出现这个情况吗 以后可要长点记性 知道吗 我看着收到的两万块 开心地点了点头 好好好 你说得对 我以后一定不乱花钱 朱文俊给了钱之后 我一直拉着他要去买菜 还一直念叨 这很多菜都很贵呢 两万感觉都不一定够 你陪我一起去 这样少了你 也可以补点 我都这么说了 朱文俊怎么可能答应 溜得比谁都快 要是钱不够 你刷点信用卡 我我还有事先走了 朱文俊离开后 我把家里布置了一下 然后拿着行李直接出门了 等到第二天下午五点半左右 我接到了朱文俊打来的电话 敏清 你在哪里 为什么你不在家 家里甚至一个菜都没有 你怎么办似的 赶紧给我回家 我假装吃惊地说 哎呀 我忘记了 我现在在出国的邮轮上呢 不过厨房有66桶泡面 你们要么将就一下吧 朱文俊几乎要气疯了 你是不是有病 今天是我妈66大寿 我特意给你钱 给你机会让你准备吃的 你把我钱骗走 拿着钱买船票出国旅游 让我们吃泡面 我只觉得好笑 什么叫特意给我钱 那分明是 还我邮轮的票钱而已 朱文俊的妈妈孙金梅 听到朱文俊说的话 也气疯了 在电话那头嚷嚷 你不是说你媳妇 给准备了66道大菜吗 现在什么意思 就66桶泡面 这种儿媳妇 我是不可能认的 还有很多我不认识的声音 此起彼伏地传了过来 文俊啊 这到底啥意思啊 你别逗我们玩啊 不是说来吃大餐吗 我这都饿了 你不是说你这个媳妇 乖得不得了 怎么搞出这些事情 哎呀 现在不是纠结这个的时候啊 那媳妇都要出国了 赶紧给我们准备吃的呀 朱文俊快走了几步 来到了阳台 压低声音跟我说 敏青 你平常闹归闹 但是这次你知道的 是我妈的大寿 不能稀里糊涂地敷衍 你赶紧给我回来想办法 我冷哼一声 你自己和我说的 你妈六十岁大寿 就是很敷衍的 怎么有了我这个女朋友之后 你就突然觉得的大操大办了 朱文俊支支吾吾吾的 不知道说了几句什么 最后用祈求的语气跟我说 敏青 就当我求你了 你想想办法好吗 你帮我叫个厨师上门 只要你叫来厨师 我就当作这件事情 没发生 我一样娶你 好吗 竟然还想着娶我 我想了想 那好吧 我现在给你们叫厨师 你们等等 说完不等朱文俊回答 直接挂断了电话 然后直接打开了手机的飞行模式 等好吧你 等我吃完了晚饭后 我又有些好奇 朱文俊一家人现在如何 于是连上无线打开了家里的监控 才半个小时不见 家里几乎乱成一锅粥 一个个都扯着朱文俊问 文俊 厨师啥时候来呀 我真的太饿了 对呀 你妈说今天晚上有好吃的 我午饭都没吃呢 你赶紧打个电话 催一下你的媳妇 看看厨师到哪里了好吗 不行 咱们就叫外卖吧 人是铁饭是钢 这一顿不吃饿的慌啊 朱文俊也是焦头烂额的 拿着手机不停地给我打电话 可是我都开飞行了 他怎么可能打得通 他自己也饿得难受 说话也暴躁了起来 你们烦不烦 我请你们吃饭 你们等着就是了 老催什么催 一个个跟饿死鬼投胎一样 是干什么 没看见我在打电话 电话打不通吗 光知道说 你以为我没看外卖吗 这大过节的 外卖忙得很 现在点了也要几个小时才到 根本等不及 我知道你们要问什么 其他餐厅的电话我也打了 餐厅现在根本不接受上门做饭 我能怎么办 孙金梅已经没力气生气了 他虚弱地扯了扯猪文俊的袖子 文俊 你快给我泡一桶泡面吧 我实在饿得受不了了 我为了这顿饭 昨天中午就开始饿着了 再饿下去 我真的会死的 有了孙金梅这句话 所有人都一窝蜂地往厨房跑 纷纷挑选抢夺自己爱吃的泡面 不过很快 他们就叫开了 文俊 怎么家里连水都没有啊 总不能干吃吧 没错 我出门的时候 特意停了水和燃气 目的就是为了 让他们看着泡面也吃不到 不过众人实在饿得没办法了 一个个开始干嚼泡面 脸色比桌子还黑 我看着觉得好笑 赶紧在微信上 给朱文俊发了个海鲜大拼盘的照片 文俊 感谢你给我的两万块 你看我吃得很好呢 朱文俊气得都快分了 对着手机怒吼 分手 我要跟你分手 就算你跪着求我 我也不会跟你复合 你太让我失望了 你太过分了 可是我赶紧打电话过去 开始道歉 文俊 我只是一时糊涂啊 你不要和我分手啊 孙金梅嚼泡面嚼得腮帮子疼 听到这句赶紧说 不行啊儿子 他把我害成这样 你怎么能随便说分手 那不是便宜他了吗 朱文俊没有搭理我 而是看着孙金梅 妈 你的意思是 我赶紧开口 阿姨 阿姨 你不要冲动啊 大不了回家 我请你们吃饭 虽然我没钱 但是我家里的包卖掉 肯定就够了 孙金梅听到这句 打量了一下我的房子 然后把我的电话挂断 然后指着我家说 他害得我们没脸 我们必须要拿他的东西来赔礼道歉 你没听他说包 都很贵吗 朱文俊没有犹豫 直接点了头 就这样 朱文俊和孙金梅 直接一脚 踹开了我的卧室门 进到了我的衣帽间 开始大肆抢夺 我以防慢一点 下了保存录像的案件 笑得几乎要晕过去 身边一个小姐姐 见我这样忍不住问 你在笑什么 这个节目也就普通吧 我摇摇头 不是不是 是有人要给我送钱 我开心呢 可能是担心亲戚们 抢了我的东西 朱文俊和孙金梅 打劫到一半 突然反应过来 开始送客 亲戚们看着两人满手的包 本以为自己也能分到一杯羹 可是没想到 两人会这么小气 又想着自己刚刚只是吃了一个泡面饼 气不打一处来 一个个脸色发黑地走出门 一边走还不忘一边嘲讽 好好好 以后我们再也不是亲戚了 以后有事 别想着找我来帮忙 我们恩断一绝 就你们这样 还想着娶人家当媳妇 等人家进门 不得弄死你们才怪 孙金梅把门关上后 有点担心 文俊 我看这姑娘这么多好东西 家里条件肯定好 难道我们真的要和她分手吗 可是不分手 我们怎么可能拿捏得住她 难道真的要让她逼死我吗 朱文俊愣了愣 妈 我说分手那是吓唬她的 我才不会跟她分手呢 等她回国 她肯定要跟我道歉 到时候我揭破下路 要求她爸妈给我全款买房 写我的名字 等到结婚后 我就把你接过来 到时候我们一起折磨她 让她跟我离婚 当然如果不离婚也没事 反正她身体本来也不好 被我们逼死也说不准 等到她死了 我们有房有钱有车 什么媳妇找不到 其实我早就看不惯她了 钱没有 租这么大的房子 天天就知道浪费钱 要不是她家里条件好 舍得给我花钱 我早不要她了 两人叽叽喳喳地讨论着 没多会就把我的下半辈子 安排得明明白白的 我只是冷冷地看着 心里为了做局 害他们的愧疚 一点点地消失 我痛痛快快地玩了几天 直到国庆结束才回家 这七天来 朱文俊一次都没联系过我 可能是等着我 回去给她跪地求饶 她好坐地起架 拼命拿捏我呢 一开门 家里乱成一团 二三十个泡面桶散落一地 我忍不住庆幸 还好我没有开水和燃气 不然的话 这发酵了一个星期的泡面汤 非得成为生化武器不可 我进门后随便走了几圈 然后拨打了报警电话 警察同志 我家里好像不对 肯定进贼了 家里一堆的泡面桶 而且我衣帽间里面的东西 也全部被偷了 那些都是名牌包包 都是正品 价值不菲啊 警察很快到了现场 确认门锁没有损坏 家具家电也都很正常 当然正常了 毕竟朱文俊和孙金梅 以为房子是我租的 他们性格软弱 根本不敢破坏房子 生怕房东找他们麻烦 我忍不住在心里 给自己竖大拇指 虽然我看男人的眼光奇差 但是我心眼多呀 我哭哭啼啼的 我男朋友国庆那天来过我家 我们闹分手 他肯定是出门的时候 忘记关门 就被贼发现 把我家偷控了 警察同志 你们一定要帮帮我 那些东西 我真的攒了很久 警察点了点头 记下了朱文俊的电话 而后对着房间到处拍照 提取质问 很快就有一个警察 发现了空调后面安装的监控 那是监控吗 是有用的吗 我一副恍然大悟的样子 点了点头 我都忘记了 这个都是有用的 都联网的 云盘肯定有备份的 就这样 我跟着警察回到了警察局 没多会 朱文俊和孙金梅两人 就被警察带了回来 朱文俊不知道是吓傻了 还是刚刚根本没听到警察说什么 见了我之后 竟然还突然发火了 你凭什么报警 你是不是有毛病 赶紧给我撤案啊 你要是还想和我在一起 就好好说 好好道歉 别给我搞这一招 我根本不吃这一套 警察拍了拍桌子 指着旁边的显示器说 这个是你和孙金梅 偷盗财物的证据 你们赶紧交代自己的问题 不要恐吓人家小姑娘 朱文俊和孙金梅没想到我家里会有监控 两人脸色一个比一个白 朱文俊也没有刚才的气焰了 他忘声忘气地解释 警察同志 这都是误会啊 我和谭敏青是未婚夫 未婚妻的关系 我拿我未婚妻的东西 这怎么会是违法的 我愣了一下 是你自己和我说的分手啊 再说了 我是跟你求婚过 可是你没答应啊 怎么就未婚夫未婚妻了 你们闯进我家 偷了我的东西 孙金梅听到这里 不耐烦地打断完了我 没答应 你是因为你不配嫁进我家 我们是拿了你的东西 可是那又怎样 那些东西搞不好 都是花我儿子的钱买的 而且什么你家他家的 那是你租的房子 又不是你自己的 说不准租房子 都有我儿子的钱 我和我儿子 在自己租的房子里面 拿自己的东西 这难道犯法了 警察转过头看着我 你不是说房子是你的吗 怎么成朱文俊租的了 到底是什么情况 我赶紧拿出了房产证 这套房子是去年 我爸妈给我全款购买的 和朱文俊没有任何关系啊 朱文俊愣了 连偷东西的事情 都来不及管了 你说什么 房子是你自己的 那你为什么要说是你租的 你竟然敢骗我 你要是直接和我说 房子是你的 我可能去年就跟你结婚了 你为什么我冷冷地打断了 朱文俊自然是为了你的自尊心 不过阴差阳错地防住了你 你可能忘记了 你和你妈在我家说的话 说的那些要逼死我 要逼我离婚的话吧 朱文俊仿佛没听到一般 不知道他想到了什么 竟然突然笑了 好了敏青 那都是开玩笑的话 我这么爱你 当然不会介意你骗我这件事情了 这样吧 你现在撤诉 然后跟我好好道歉 我就原谅你 我们可以和之前一样的 而且我现在准备好了 答应你的求婚了 孙金梅也扯出了一个笑脸 对啊对啊 你们感情那么好 怎么能因为这点小事情闹分手呢 正好现在房子也有了 可以现在就去领证 搞不好年底就怀孕了呢 不光是我 连警察都震惊了 一个个张着嘴巴 不知道该说什么好 朱文俊看我沉默 以为我是答应了 他有些得意 虽然我愿意原谅你 但是你这房子的名字 必须领证钱 就改成我的 这就是对你隐瞒我真相的惩罚 我可不是为了你的房子 我这是让你长记性 警察同情 而又恨铁不成钢地看了我一眼 我不好意思地笑了笑 而后我朝着朱文俊摇了摇头 我不会再嫁给你 我们已经分手了 现在你还是坦白你自己的问题 争取宽大处理吧 朱文俊愣住了 怎么可能 你自己忘记你哭着求我取你的事情了吗 是不是我当时没有答应你 你生气了 我都和你说了 我不答应你是你的原因啊 你平常大手大脚花钱 什么旅游 什么度假的 我肯定要管好你的坏毛病 才能娶你啊 再说了 你出国旅游 害得我们全家只能吃泡面 你知道我丢了多大的脸吗 我都没有计较这个 你还有脸跟我说分手 孙金梅盯着我看了半天 似乎觉得我没有开玩笑 他扯了扯朱文俊的袖子 朝着我笑笑 我和文俊在监控里说的 都是开玩笑的 你要是嫁过来 我开心都来不及 怎么可能欺负你 折磨你呢 警察实在是听不下去了 用力地拍了拍桌子 你们的私人恩怨 不要拿来这里说 现在是说偷窃的事情 那些东西价值五十来万 你们要么把东西 还回来赔礼道歉 要么就赔钱 要么就坐牢 怎么选你们自己定 朱文俊一听五十多万 整个人都破房了 不可能 绝对不可能 那些东西 我都拿去外面看过了 全是假货 怎么可能五十万 五百块还差不多 孙金梅也连连点头 对啊对啊 都是假的 肯定是她在报假案 这肯定违法了 你们赶紧 把她抓起来才是 我赶紧拿出了证据 这些东西 都是在专柜购买的 都有发票的 不是假货 至于刚才孙阿姨说 是花的朱文俊的钱 那这都是无稽之谈 朱文俊一直说 自己要奋斗买房 所以出去玩的花费 要么是 要么就是花我的 不信你们可以查 我们的聊天记录 和她的银行流水 她给我送的最贵的礼物 就是一个三百块的口红 可是我送给她的东西 都是好几千的 朱文俊听到这里 终于反应过来了 我知道了 是你 你是故意的 你故意答应说做饭 把我们骗去你家 然后又特意地 把家里的正品 换成了假货 目的就是为了敲诈我 对不对 我没有回答 心里却点了点头 朱文俊说得没错 正品我都藏到了 楼下的车棚 根本不在家里 家里都是我随便 买的同款假货 我倒不是故意为了敲诈朱文俊 主要是这些年 朱文俊没少花我的钱 之前我和他在一起 互相喜欢 我乐意给他花钱 但是现在这个情况来看 一腔真心喂了狗 既然要分手 朱文俊肯定是不会还我钱的 我自然要自己想办法 连本带利地拿回来了 用朱文俊的话来说 我这不是为了钱 是为了让你长长记性而已 想到这里 我叹了口气 文俊 我怎么可能提前能猜到 你会偷我东西呢 我好好的东西被你拿走了 现在你还冤枉我 说是我故意的 我警察可能是看不下去 我这个包子 于是赶紧开口 朱文俊你要么就拿出证据 来证明你偷走的东西是假货 要么你就赔偿还钱 这样你们还可以继续协商 不然涉案金额这么大 就算你们之间有感情纠葛 也肯定得坐牢了 朱文俊听到这里 终于慌了 他猛地站起身 扑到我面前跪下了 敏青 你知道我的 我毕业后一直没找到什么合适的工作 根本没有这么多钱的 你家里条件这么好 都能随随便便全款买房了 你就别让我赔偿了好吗 你就当这五十万是你送给我的 你那么爱我 不会连这么点钱都要计较吧 只要你答应我 以后不再跟我说谎 和我好好过日子 我还是会娶你的 我也不要你的房子了 我可以给你们家里当上门女婿 只要你不让我赔偿 我怎么样都可以的 我露出鄙夷的表情 不可能的 我又不是傻子 再说了 你为什么会觉得自己值五十万呢 孙金梅听了朱文俊和我说的话 自然是气得半死 他一边扯着朱文俊站起身 一边恨铁不成钢地说 文俊 你难道看不明白吗 他就是故意的 故意让你低头 好嫁给你之后能做你的主 你不可以答应 钱我们是不会给的 如果你非要钱 那你就去告我们 我们也不怕 大不了与死网破 你自己有多少把柄 在我儿子手里 你自己清楚 我不知道 孙金梅为什么会有这样的想法 我怎么可能会有把柄 在朱文俊的手里 可是朱文俊却听进去了 对啊 敏青 你要是非要我的钱 我可以给你 但是你要想一想 你这就得罪我了 等到以后你再次恋爱 再次结婚 我很难保证我不会去闹事 你自己想一想 是要钱还是要名声 警察再次让他们不要恐吓我 朱文俊却翻了个白眼 警察同志 宁差十座桥 不悔一桩音 你老这样到底是想干什么 难道你们看不出来 他这就是故意的吗 他就是想要拿捏我 想要我低头 我现在已经低头了 他肯定要撤案了 你们根本不知道 他到底又多爱我 听到这里 我犹犹豫豫地点了点头 好 那我撤案 警察差点气晕过去 你认真的 我点了点头 抽抽大大地说 认真的 但是我不会和朱文俊结婚的 我会把监控放到网上 让所有人都知道 朱文俊是什么样的人 我吃了亏 至少能让其他女孩子 不吃一样的亏 花五十万 让他身败名裂 我觉得很值得 我越说越起劲 朱文俊才二十多岁 用他一辈子来偿还这五十万 我觉得很划算 警察没有反驳我 而是拿来了撤案的申请 那这个我管不了你了 我正要签字 朱文俊见我实在 不像开玩笑 赶紧抢过申请几下撕烂了 我给 我给 五十万我给就是了 你不要放到网上 我还要做人呢 孙金梅还是有点犹豫 朱文俊赶紧说 妈 就我这个条件 什么样的女人找不到 难道要为了这五十万 就不娶老婆 就把我毁了吗 我不能答应的 你赶紧把钱给我拿出来吧 孙金梅又舍不得钱 又舍不得儿子 她只好看着我 闺女啊 其实我一直都非常喜欢你 你别闹了 跟我回家 我好好给你做顿饭 文俊也好好跟你道个歉 这个事情就算了吧 好吗 我点点头 好 算了吧 但是饭就不吃了 我还得回家发视频呢 朱文俊气个半死 直接拿了孙金梅的手机 给我转账了五十万 孙金梅自然是哭爹骂娘的 我怎么生了你这么个儿子 那可是我的钱啊 朱文俊白了孙金梅一眼 妈 你能不能别反了 要不是你说什么非要半戏来拿捏谭敏青 我怎么可能惹怒她 要不是你说拿东西赔偿 我怎么可能被她骗走这五十万 这一切都是你自己的错 你还有脸说 要不是你 我就有房有车有老婆了 孙金梅又气又急 但是根本反驳不了 我也没有赶尽杀绝 拿到钱之后 就假装大度地说不追究他们的法律责任了 在警察局分别的时候 朱文俊没好气地说 谭敏青 你这样对我 你会后悔的 朱文俊说得没错 的确有人后悔了 可是后悔的人不是我 而是他 他和我分手之后 开始去相亲 似乎想要找到一个比我更好的女朋友 来证明自己 可是有了我过去对他的纵容 他根本找不到合适的女朋友 每次吃完饭人家就直接把他拉黑了 不光是找不到合适的女朋友 他工作也是高不成低不就的 每次都是干了几个月就不干了 或者被开除了 就这样过了几年 他还是单身 并且一事无成 他悔不当初 没办法又回头找我 说愿意跟我重新试一试 不介意我报警的事情 我老公接着电话一脸尴尬 可是敏青在坐月子呢 没时间跟你重新开始啊 我被逗得不轻 笑得几乎要断气 朱文俊没办法 气急败坏地挂了电话 彻底消失在我的世界里 丸子还要给大家讲一个故事 异地一年 男朋友忽然宣布婚讯 但不适合我 死对头咬着烟问我 他不要你了 要不要和我试试 我婉拒 我找男朋友 对那方面要求挺高的 他谋色如墨 事都没试过 你怎么知道不适合 我胡编乱造 你看起来有点虚 后来 无人的夜里 他一遍又一遍地告诉我 他哪哪都不虚 和江崎岩异地恋一年 我们聚少离多 三个月没见面后 江崎岩忽然在同学群里 宣布婚讯 江崎岩下个月八号 在江城举办婚礼 有时间的一定要来呀 老黄卧曹 你俩悄悄搞大事啊 江暖 老梁恭喜恭喜 祝百年好和江崎岩的江暖 下一秒 江崎岩拉了一个人进群 江崎岩 介绍一下 我未婚妻 群里顿时安静下来 几个同学私下发来消息 问我怎么回事 还没回复 江崎岩给我私发了一段视频 视频里 一小姑娘点着脚攀着江崎岩的肩膀锁稳 江崎岩宠溺地搂着她 任由她胡闹 除了视频 还有一段文字 大概说的是我和江崎岩的缘分 已经走到尽头 让我识去点 不要纠缠 视频没看完 一只大手毫无预兆地伸过来 拿走手机 她在屏幕上点了两下 视频被她转到了同学群 真是丢我们男人的脸 琴湛低沉的嗓音在耳畔响起 我不太自然地和她拉开距离 你怎么来了 她不答反问 现在单身 应该吧 她忽然靠近 嗓音带着无尽的缠绵之姿 要不要和我试试 我不知道自己怎么回的家 到家门口还在回想琴湛的话 她像是怕我没听清楚 又重复了一遍 我给了个眼神 让她自行体会 她没再说话 直到我推门进屋 她跟了进来 我是认真的 我和琴湛是邻居 从小认识 如果有在一起的可能 也不会等到今天 出于礼貌 我回到 我们不适合 她似笑非笑 是都没试过 你就知道不适合了 我找男朋友 对那方面要求挺高 她愣住 趁她愣神之际 我把她推出门外 今晚我当没见过你 早点休息 半夜 我躺在床上 翻来覆去睡不着 江其言没再发消息过来 聊天记录 往上翻 上一次聊天 还停留在两个月前 那天 我又一次因为工作 没能去找她 两人爆发了 史无前例的争吵 我让江其言 冷静下来再聊 没想到她这一冷静 竟然都要结婚了 手机突然进了新信息 是秦湛发来的 十八 八万八千一百八十八 我 她回 长度 时长 身高 我倒吸一口气 长指缓缓打上一句话 大可不必虚报 秦湛发了一条语音 你又不是没见过 在质疑什么 我一顿 某个视觉冲击的画面 在脑海闪过 我两眼发黑 秦湛说的那次是意外 我俩是邻居 两家关系比较好 事发那天 她父母不在家 奶奶让我去喊她过来吃饭 我没找到人 给她妈妈打电话 她妈妈让我去她房间找 推门的那一刹那 我整个人都失化了 偌大的房间里 秦湛睡眼惺忪坐在床边 没穿衣服 腹肌往下的一亩三分地 很是傲人 脸上火辣辣的 我连忙拍了拍脸 甩掉那段记忆 关机 睡觉 第二天是被奶奶喊醒的 她做了秦湛爱吃的 让我去喊秦湛过来 我迷迷糊糊地发了个消息 又躺了回去 没多久 阳台传来声响 瞬间把我惊醒 一看 是秦湛从隔壁阳台 跳到了我房间阳台上 我下意识喊了声 奶奶 环顾四周 哪里还有奶奶的身影 我连忙起床去拿外套 却被秦湛逼到了角落 为什么不回我信息 没看到 她靠得很近 压迫感很强 我伸手推了推她 她窥然不动 我瞪圆了眼 她无赖地看着我 正要开口 门外传来奶奶的声音 我一惊 扯过窗帘 把秦湛藏在窗帘后面 她却顺势 把我也拉了进去 匣子的空间里 男人的胸膛炙热 隔着布料 清晰地传递到我身上 暧昧滋长 她比我高 从我的角度看过去 只能看到她滚动的喉结 僵暖 我捂住她的嘴 须 外面终于没了声音 我松了一口气 示意她松手 秦湛笑得几分脾气 你好像很怕奶奶 发现我在这里 废话 以我们两家的关系 要是被发现 秦湛在我房间 明天就能摆婚宴 我推了推她 她却毫无预兆地 握住我的腰 我难以置信 秦湛 你发什么疯 男人清润的眼底 划过一丝暗芒 下一秒又忽然撒手 我说的那件事 你再好好考虑一下 说完这句话 秦湛又从阳台跳了回去 走大门来吃的早餐 一顿早餐下来 把奶奶哄得心花怒放 吃过饭 奶奶又对秦湛说 时间有点晚了 小湛你方便送暖暖回公司吗 秦湛爽快应下 我去把车开过来 人走后 我对奶奶说 你别再撮后我和她了 我已经 奶奶恨铁不成钢地 拍了我一巴掌 又提你那个 一年见不了三次面低 男朋友 我看他就是把你当备胎呢 哪里有我们小湛好 奶奶 行了 你要是不愿意 我还能摁头 让你和她好吗 赶紧去上班 别让人等久了 奶奶自见江其言的第一面 就不满意她 却出人意料地满意秦湛 江其言曾因为这件事 而对秦湛有了敌意 让我不能跟秦湛走得太近 不管我怎么保证 她都不相信 我和秦湛之间 什么都没有 她说 你相信我 她看你的眼神 就是男人看女人的眼神 她对你的心思 绝对不清白 没想到她一语成衬 出了院子 往秦湛家的方向走 拐角处 却被人拦住去路 是江其言 暖暖 我有话要对你说 她灰头土脸的 黑眼圈很重 想来是连夜赶过来的 我面无表情地看着她 我们没什么好聊的 江其言拉着我 逼声解释 不是我拉她进群的 视频也不是我发的 是她 江其言 我打断她 你要是敢承认 我还敬你是条汉子 但你现在这个做派 还挺让人瞧不起的 江其言也不装了 她神色痛苦 我也不想这样 她是老板的女儿 总经理的人选迟迟不确定 所以我 你再等等我好不好 等我坐稳了总经理的位置 再回来 娶你好不好 我看着她 像是才第一天 认识这个人 江其言 以前不是这样的 我们相识在大学 毕业后 才走到一起 她年少有为 努力上进 对我无微不至 我也以为 这辈子就是她了 直到一年前 奶奶生病 被送进医院 家里没有个照顾她的人 我深思后 决定辞职 回老家发展 江其言 支持我的决定 可异地没多久 我们就被现实打脸了 我们各自忙着 自己的生活工作 联系越来越少 越来越敷衍 现在想想 走到这一步 也是必然的结果 见我不说话 江其言来牵我的手 你再等等我 我一定会回来 娶你 话还没说完 一只大手 磨地把我拉过去 带到一个 宽阔坚实的怀里 秦战冷冰冰的声音 在头顶响起 我们这里 不是垃圾回收站 出门左拐 慢走不送 江其言面色 逐渐从震惊 转变为铁青 他指着秦战怒斥道 所以这两个月 你不联系我 是和他在一起 江暖 你又比我高上多少 一边跟我保证 会和他保持距离 一边和他纠缠不清 我被气笑了 江其言 劝你在毁掉你形象之前 赶紧离开 否则别说总经理 我会让你连工作都保不住 说吧 我只向大门口的摄像头 江其言瞬间拉下脸 你为了他要毁了我 行 你别后悔 由于江其言的出现 我一天下来的工作效率都不高 加班了两个小时 才把工作做完 回家的路上 远远的就看到一个人影立在门外 我以为江其言还在 走进了才发现是秦站 路灯下 秦站点了一支烟 昏暗的灯光 映着他优越的侧脸线条 举手头足间 有股懒懒的漫不经心的劲儿 听见脚步声 他咬着烟回头 考虑好了吗 我定定地看着他不说话 他碾灭烟头 我认真的 我轻叹 秦站 我和你 话没说完 秦站扣着我的下巴 吻了上来 半晌 我才意识到 他在做什么 猛地推开他后退两步 惊恐地看着他 你疯了吗 秦站似笑非笑 无赖地说 承认吧 你对我不是毫无感觉 我没有 是吗 我恼羞成怒 懒得理你 转身进屋 到了家 发现奶奶不在 想到早上出门前 他说要去林奶奶嫁给他庆祝生日 正要打个电话问问 林奶奶的电话就打了过来 小暖 你快来人民医院 你奶奶晕倒了 我眼前一黑 强行稳住身形保持冷静 我马上过来 跌跌撞撞跑出门 一看秦站还站在原地 像是找到了救星 我抓着他的手臂 哽咽出声 秦站 你能不能送我去医院 我奶奶 他晕倒了 秦站一秒收起 吊儿郎当的模样 上车 医生说奶奶送得及时 没有生命危险 我拿着单子去取药的时候 在电梯里碰到了江其岩的妈妈 他在和旁人聊天 提到江其岩的时候 他语气里满是自豪 我儿子就是孝顺 这不 马上要升总经理了 还抽时间陪我来做检查 旁人艳羡地说 听说你儿子下个月结婚 女方还是个千金小姐 你就等着享福吧 江其岩妈妈笑道 也就这几个月了 再过几个月就要带孙子了 旁人惊讶 这么快就有了 江其岩妈妈不快了 他们都交往一年了 本来就是奔着结婚去的 电梯停在一楼 门打开 江其岩妈妈突然 朝着外面招手 儿子 这里 电梯门口 江其岩搂着 长相甜美的女人 小心翼翼地 护着她避开人群 江其岩妈妈 快步上前 笑得合不拢嘴 哎呦闺女 我不是说 让你在家里休息吗 医院人杂 要是碰到哪了怎么办 女人温柔如水 我听其岩说 你的膝关节不好 正好我爸的朋友 是这家医院骨科的主任 想着 让他给你好好看看 江其岩妈妈 笑得更灿烂了 我就说 闺女比儿子贴心吧 下次你打个电话就好 不用亲自跑一趟 你现在还怀着孕呢 女人浅笑 已经过了三个月危险期 不会有事的 几人说说笑笑 好不和谐 就连我走到江其岩身后 也没人察觉 江其岩 我喊他 江其岩下意识回头 笑意还没来得及收回去 就僵在了脸上 在所有人都还没反应过来时 他把我拽到了无人处 江暖 我想我说得够清楚了 你不要再做无畏的 我甩了他一巴掌 白皙的脸上瞬间红了一片 他却不怒 而是平静地看着我 那个叫周元的女人 小跑追上来 看到江其岩脸上的巴掌印 他仰手就朝我挥来 我抬手挡了挡 反手又甩了江其岩一巴掌 周元气急 你谁呀 为什么要打人 我对他的话置若罔闻 深深地看了眼江其岩 这两巴掌就当作是给你的分手礼 转身 头也不回地离开 回病房时 我已经整理好情绪 却在推开门的一刹那 刚压下去的怒意 瞬间回弹 江其岩妈妈 站在我奶奶的病床前 添油加醋地告状 阿姨 我也不是不讲理的人 但你们家江暖 当着那么多人的面打我儿子 这跟泼妇有什么差别呢 不就是分手吗 多大点事 至于这样发脾气吗 也幸亏我家其岩脾气好 不跟他计较 否则就要去验商告他 奶奶平静地听着他说话 等他停下 才缓缓开口 打哪了 江其岩妈妈 脸 男人的脸是能随便打的吗 奶奶忽然看向我 美好气道 你怎么能打脸呢 江其岩妈妈 就是 怎么能打脸呢 奶奶 你该把他打瘸了 让他半年下不来床 江其岩妈妈附和的话 到了嘴边及时杀住 转而难以置信地看向奶奶 你 你说什么 我上前 把他带来的水果 塞回他的手里 水果很好 我们受不起 江其岩妈妈离开时 脸色铁青 我朝奶奶竖起大拇指 问 秦湛呢 我让他去上班了 说着 他又哀声叹气 小湛守了我一个晚上 没名没分的 旁人问起 我都不知道该怎么介绍他 这家里没个男人就是不行 这小湛我看着长大的 人是真好 也不知道 以后便宜了哪个丫头 我不搭枪 奶奶有句话说得对 家里没个男人不行 尤其是在他这次晕倒后 上了年纪的老人 身边少不了人 奶奶 她被过头不看我 你现在后悔可来不及了 我准备把她介绍给林奶奶的孙女 我想说的是 我爸明天回来接我们去江城 奶奶已经三天没有理我 出院后 她也不收拾东西 也不做饭 我爸在做了三顿饭后 她也受不了了 暖暖 你去劝劝你奶奶吧 我不能待太久了 公司那边离不开人 我去找奶奶 那个固执的老太太 并不好说服 讲了半天 她才有了松口的迹象 你也跟我一起去的话 那小湛怎么办 不行不行 我舍不得她 我扯了扯嘴角 头疼不已 她又做出让步 要不这样 你跟她谈恋爱 到时候我就能经常见到她了 奶奶 我不管 你跟她谈恋爱我就去 你看着办吧 于是我连夜去找秦湛 间距不到一米的阳台上 秦湛揽扬扬扬开口 你要跟我谈恋爱 我强调 假装跟我谈恋爱 只要把我奶奶骗到江城就行 要我撒谎啊 她的语气带着几分宠溺的玩味 也不是不行 给点好处就好 我松了一口气 什么好处 那双黑眸充满兴慰 让我有种羊入狼窝的感觉 然而 她只是漫不经心地说了句 没想好 等我想好了再跟你说 就这样 我和秦湛在奶奶面前 演起了情侣 出发去江城的那天 奶奶拉着秦湛的手 久久不松开 而我坐进了车里 又被她拉出来 强行把我们的手放到一块 小湛啊 江城不远 你有空就去江城看看我们吧 谈恋爱 可不能太久 不见面了 秦湛顺势握着我的手 话却是对奶奶说的 奶奶放心 等我工作的事安排好 我就搬到江城去 秦湛这人嘴甜 把奶奶哄得喜笑颜开 坐上车 还依依不舍地朝她挥手 我爸想趁机修复母子关系 结果奶奶一看到她 脸就拉下来了 她没辙 只能找我说话 公司那边 我都打点好了 总经理的位置 一直给你留着 你休息两天就可以上任 我点了点头 但我有个条件 我和奶奶住在公司附近的一套房子里 我爸都呢 搬去和我们一起住多好 奶奶瞪她 搬过去 让你那个老婆 把我搓磨进医院 我还不如就待在老家 我爸立马闭了嘴 他走后 奶奶语重心长地跟我说 你也长大了 也该争一争了 趁你爸现在对你还有点愧疚心 把该拿的都拿到手了 别犯傻 我不傻 自然不会让我妈一手做起来的公司 落入他人手中 夜里准备睡觉 奶奶忽然过来 让我给秦湛打个视频电话 说今天还没见到他 怪想他的 可电话一接通 奶奶就打着喝欠走了 屏幕里不见秦湛的人 只听到他的声音 有事 我如实告知 奶奶说怪想你的 下一秒 屏幕里突然出现 秦湛放大的俊脸 那你有没有想我呀 上挑的尾音 浅浅缠绵 我面无表情 没有 他择了一声 怪让人失望的 他靠坐在床头 手机往下滑了些 漂亮的肌肉线条 一览无遗 我口干舌燥 忍不住提醒 勤湛 把衣服穿好 他非但不听 镜头又往下了些 落在那一亩三分地之上 明知他是故意的 但我就是没办法挪开视线 好看吗 他的语气带了一丝愉悦 我目不转睛 差了点 还是上次没遮挡的好看 镜头一抖 漆黑一片 秦湛把电话挂了 过了一会儿 发来消息 告诉奶奶 我过两天就去看他 再见到江祁言 是我入职那天 办公室里一片喜气洋洋的 江祁言在人群簇拥中脸上 难言喜色 江经理 我早就说了你 一定能当上总经理的 狗富贵 勿相忘啊 还叫经理呢 应该是江总 称呼可不能乱 江祁言连忙摆手 现在八字还没一撇呢 等上面的通知下来再说 话虽然这样说 但他已经摆出了 总经理的架势 同事拍马屁 就别谦虚了 老板要是没有生你的意思 又怎么会派人来接你的位置 就是 你现在是事业爱情双丰收啊 妥妥的人生赢家 到时候生殖宴摆完 又要摆婚宴 就数你最风光了 一片赞美声中 不知道是谁喊了一句 新来的部门经理到了 都安静一下 话落 众人皆朝我看来 我浅笑着和大家打招呼 我是新来的部门经理 江暖 江祁言手里的杯子 应声而落 办公室里 江祁言的东西还没搬走 人事部的同事为难地说 江经理的安排还没下来 所以他还没来得及把办公室空出来 我扫了眼办公桌上的相框 是江祁言和周元的婚纱照 两人笑得很碍眼 我指了指办公桌 把这张桌子和他的东西都搬出去吧 让后勤重新送一张桌子过来 我不同意 江祁言闯进来 在人事部同事开口之前 把人请了出去 反锁了办公室的门 他沉着脸走到我面前 江暖 你什么意思 之前跟你提过很多遍让你来江城工作 你死活不愿意 怎么现在看我混得好 又后悔了 我不管你现在来这里是什么目的 劝你趁早离开 否则等我坐上了总经理的位置 你的日子也不会好过的 我静静地看着他 等他停下才缓缓开口 说完了就抓紧时间收拾东西吧 免得晚了要去垃圾桶找 你 江祁言深吸气 江暖 就不能好聚好散吗 放心 我来这里是为了工作 不是为了让你回头 江祁言显然不信 还想说什么 却听门外的人敲门无果 在打电话叫开锁 江祁言没辙 只好先离开 当天下午 周元就找了过来 他以上位者的姿态 居高临下地屁腻我 说吧 你要多少才肯放弃他 五十万够不够 我没忍住笑出声 他目光戒备 你笑什么 我问 总经理的年薪 不止这个数吧 周元眉头紧锁 你不要贪得无厌 在你们县城 五十万已经购买一套小两居了 如果你不走 我有的是办法把你弄走 别忘了 这公司是我家的 我脸了笑意 那就让我看看 你有没有这个能力 把我弄走吧 下班后 我组织了部门聚餐 江祁言不请自来 整个聚餐过程 他安静地不像话 滴酒不沾 反倒是我 一杯接一杯 喝了不少 聚餐结束 我告别了同事 在路边等车 江祁言忽然出现在 我的面前 你酒量不行 自己不知道吗 为什么要逞强喝那么多 我头疼得厉害 靠着路灯杆 缓解晕眩 他开始打感情牌 暖暖 不要再跟我斗气了行吗 以前你说过 会全心全意支持我的事业 即使我们不在一起 你也会忠心祝福我 这话是我说的没错 但他只字不提 这句话的前提 那个时候 我们感情好 有共同的目标和努力方向 也有共同的价值观 所以我当初认为 即使我们无法走到最后 也会祝福他 却不想短短的一年时间 他就坚持不下去 选择了捷径 暖暖 只要你辞职 我们还是朋友好不好 他像往常哄我一样 来拉我的手 几乎是触碰到我的那一刹那 被一只大手拍开 是秦湛 他拿着湿巾 一点一点地擦拭 方才被江崎岩碰过的地方 我愕然 酒醒了一大半 你怎么来了 秦湛神情专注 奶奶怕你喝多了 被人占便宜 让我来接你 江崎岩面色铁青 江暖 你当真和他在一起了 我刚要说话 秦湛很自然地搂着我 不然你以为奶奶 为什么要让我来接他 说吧 不再跟江崎岩开口的机会 拥着我离开 上了车 我从后视镜里看到 江崎岩还站在原地 直勾勾地看着我们的方向 路灯太暗 我看不清他的神色 秦湛捧着我的脸 强行让我面对着他 他没我好看 我扶开他的手 揉了揉眉心闭上眼 到家了你喊我 耳边是秦湛的感慨 千里迢迢来见你一面 居然这样冷漠 真没良心 后面他说了什么 我没听到 醉一袭来 我很快睡着 醒来时 发现自己躺在一个 陌生的房间 我连忙坐起身 就听到秦湛的声音 醒了 闻声望去 他抱着电脑坐在床边 穿着浴袍 低头一看 我身上也只穿了一件浴袍 表情逐渐裂开 我抓起枕头 扔到他身上 秦湛眼疾手快接住枕头 神色委屈 你吐了自己一身 帮你换衣服 还有错了 我一正 底气没那么足了 那你为什么也换了 秦湛叹气 把手机递给我 幸好我有证据 不然我怎么解释 都没用了 我半信半疑 接过手机 一看 脸红了个透彻 视频里 我不仅把自己吐了一身 还吐他身上了 衣服是我自己脱的 秦湛的衣服 也是我脱的 我还把它往浴室拽 喊着要跟他喜冤殃育 没勇气看完视频 我点了删除剑 正要松口气 秦湛悠悠道 我有辈分 真没想到 原来你垂涎我这么久了 我想否认 又无从下口 他长得很好看 窄腰见臀 神秘又野性 尤其是那双多情的眸子 有射人的魔力 他忽然靠近 眼神浅全 暧昧增生 就在我以为 会发生点什么的时候 他却忽然后退 先存着 回头连本带笠一起收 现在先去办正事 松了一口气的同时 我竟有些失望 他好笑地捏了 捏我的脸 我定力不好 别用这样的眼神看我 他把我的领口拢好 我有个很重要的面试 还有 你的电话要被打爆了 我没想到 周元的胆子那么大 竟然趁着老周出差 宣布了总经理的人选 我到公司的时候 江其言已经坐进了 总经理办公室 周元给每个部门都准备了礼物 派到我们部门的时候 他当着我的面宣布 本来要明晚的庆功宴上 会正式宣布这个消息 但其言现在办公室已经被人占用了 我爸心疼他 就提前让他上任 大家纷纷道喜 唯独我默不作声绕过他 去了茶水间 周元很快跟了过来 你好像很不开心 也是被这么优秀的男人甩了 不好受吧 不过你也别再痴心妄想了 现在他和你不是一个世界的人了 你配不上他 我清明一口枸杞茶 不搭话 周元又道 你要是识相的话 早点收拾包袱走人 以免日后的日子不好过 周元 你确定江其言就是下一任总经理吗 周元面色不改 你在怀疑我 我深深地看他一眼 我这人比较轴 一定要看到人事调动通知才信 周元冷哼 那明晚的庆功宴 你就睁大眼好好看看吧 我勾唇 嗯 我会的 我会好好看着 你们是怎么从云端跌落的 庆功宴这晚 周元盛装打扮和江其言 站在门口迎客 看到我 周元忍不住嘲笑 土包子就是土包子 穿得老气横秋的 难怪其言说你无趣 我看向他身旁的江其言 他也收拾了一番 倒是人母狗样的 见我看过去 他也看过来 神情中已经没了之前的谨小慎微 取而代之的事 意气风发 对视一言我便收回视线 越过他们进了宴会厅 不知道是不是我的错觉 我在宴会现场 见到了秦寨 可等我上前时 又不见了人 一回头 江其言谋色深邃地站在我身后 你在找我吗 我能理解你现在的心情 但如果你不介意做小的话 我也不介意养着你 我沉默 曾经他信誓旦旦地向我保证 无论他到了怎样的高度 都会保持初心 再看看他现在小人得志的模样 让人无比恶心 我问他 如果你不是总经理呢 他很轻地笑了一声 你知道的 这已经是铁板钉钉的事 如果总经理真的不是你呢 你会怎么办 我以为他会恼羞成怒 没想到他告诉我 知道我们公司最大合作方 蒋师集团吗 那边高薪聘请我 我还没回复 如果今晚宣布的总经理人选不是我 那么 我会马上跟蒋师的人走 蒋师集团 今晚也派了代表来参加宴会 原来江其言的底气 只有一半来自周园 而另一半是来自于蒋师集团 暖暖 我的提议你可以考虑一下 我还是很喜欢你的 我被恶心地浑身冒了一层鸡皮疙瘩 他还想说什么 周园怒气冲冲地朝我走来 二话不说就要朝我扬起巴掌 我轻而易举地握住他的手腕 反手给了他一巴掌 周园难以置信 你敢打我 不知道看到了什么 他忽然朝我挑衅一笑 在我还没反应过来之前 捂着脸哭唧唧地小跑开 一看原来是去找救兵了 江其言脸色并不好看 你就不能和他和平共处吗 现在好了 他跑去向董事长告状 你好自为之吧 说话间 周园已经领着一行人来到我面前 为首的就是公司董事长 也就是我爸 他指着我对老周说 爸就是他 老周悠悠看向我 你打他了 语气淡淡 不喜不怒 我点了点头 周园很得意 爸 他一个新来的员工 竟然想在庆功宴上捣乱 你就该让他过不了试用期 而且他看上了江其言 还妄想抢走你的女婿 我学着他的语气 不紧不慢开口 爸 他颠倒是非的本领 你看见了吧 周园皱眉 你别乱喊 下一秒 老周怒吓出声 怎么 我女儿都不能喊我了 犹如平地一声雷 惊得一圈围观的人瞪大了眼 老周趁机向众人介绍了我的身份 各位 这就是我们公司新任的总经理 也是我唯一的亲生女儿 江暖 大家可能不熟悉她 但她已经参与公司的决策 长达五年 我相信 她将会带领我们公司 走上一个新的台阶 整个宴会听死一般沉寂 好半晌 周园才从震惊中反应过来 这 这是怎么回事 怎么会这样 我淡淡开口 我提醒过你的 是你太过自信了 周园不信 转而问老周 爸 是不是弄错了 齐妍才是总经理呀 就算江暖是你亲生的 他又有什么能耐当总经理 凭什么 我看着他身后 面如土色的男人 就凭江其言当初最出色的两份策划案 都是我写的 周园不可能 那是江其言熬了几个晚上 才写出来的策划案 跟你有什么关系 你有证据证明是你写的吗 江其言那双暗淡的眼 瞬间又有了光 对 你怎么证明那是你写的 看着江其言的那张脸 我竟觉得陌生的可怕 当初他求着我写策划的时候 好话说尽 他说只有交出完美的策划案 他才能尽快升职取我 我终于松口答应 却不料他转头就娶了别人 周园见我不说话 以为我拿不出证据 他更得意了 我们公司可不是靠血缘关系 就能担重任的 爸 你可不能为了江暖坏了公司的规章制度啊 老周点头 我们公司向来是能者上位 不过 我能证明 这两份策划案 都是暖暖做的 当初这两份策划案暖暖 已经写好交给我了 但他为了帮江崎岩在公司站稳脚跟 不惜把策划案转交给江崎岩 并让我保守秘密 他一心为江崎岩着想 没想到他竟然是个狼心狗肺的东西 此话一出 众人看江崎岩的眼神都变了 质疑的 嘲讽的 幸灾乐祸的 他那么心高气傲的人 很快就承受不住 慌不择路逃离现场 周元犹豫片刻 到底还是没有追上去 转瞬间就换了态度 对我和老周道歉 速度之快 令人择舌 宴会照常进行 我应酬一圈下来 找了个安静的角落透气 周元很快就跟了过来 江暖 你是故意的 你明明可以早点表明你的身份 可你偏偏等到今天才戳破 为的就是让我们难堪 我笑了 没错 这就是我答应老周回来上班的条件 我妈去世后 周元他妈使出浑身解数来接近我爸 逼走我和奶奶 这么多年 他们母女俩纠战雀巢生活了那么久 以为整个周家都是他们的囊中之物 周元气得脸色铁青 那你为什么不姓周 我笑了 因为我一出生 就是跟我妈姓啊 周元是在来了周家后 为了哄我爸开心 才改姓的周 他以为姓周 就是周家的继承人了 却不想我妈去世前 就把她和我爸的股份都转到了我名下 无论他们花费多少心思 也无法从野鸡变成凤凰 周元气得不轻 却无力改变事实 最后他说 你以为离开你 齐妍就没办法出头了吗 他那么优秀 总有一天会让把你踩在脚下 我给了他一个眼神 有那一天再说 回宴会听后 发现姜齐妍又回来了 他已经收拾好情绪 正跟在蒋氏集团的负责人身边 忙前忙后 我走进时 听到他问 蒋总 上次的面试我还没能给你们答复 你看 我什么时候过去上班呢 蒋总颇为意外地看他一眼 你不是拒绝了吗 这个职位 我们已经找到了合适的人选 姜齐妍慢半拍反应过来 急了 你们不是说 这个位置很难招人吗 怎么这么快就招到了人 那是因为 我们想要的那个人 之前在外地 不愿意来我这里上班才找的你 不过他现在改变心意了 说着 蒋总朝人群中招了招手 不一会儿 一个高大奇长的身影 便来到他们面前 蒋总 介绍一下 这是我市场部经理的第一人选 秦湛 江其言难以置信 怎么会是你 秦湛宽肩窄腰 裁剪得体的西服 勾勒出他黄金比例的衣架身材 他笑得玩味 很意外吗 江其言因为愤怒而握拳 转而吃笑道 一个吃软饭的男人而已 能有什么真本事 秦湛不怒反笑 能吃上软饭 也是我的本事 毕竟你想吃没吃上呢 我实在没忍住笑出声 秦湛三两步跨到我面前 盯着我看了一会儿 遗憾到 好像你一点都没感到惊喜 我笑咪咪地看着他 这个惊喜我很喜欢 他挑眉 我也很喜欢你 趁他一眼 余光却见江其言 拿着酒瓶朝秦湛砸来 我大惊 小心 秦湛的反应很快 在酒瓶砸下来之前 把我紧紧地护在怀里 秦湛被送进了急诊室 我跟着救护车去了医院 期间跑掉了两只鞋 秦湛的头被玻璃扎破 满头是血 吓得我眼泪直流 他躺在病床上 头上缠了一圈又一圈纱布 还能跟我开玩笑 心疼我呀 我没好气到 你知道自己刚才有多吓人吗 他表情委屈 光顾着看你了 忘了照镜子 想到他第一时间把我护在怀里 到了嘴边说他该躲开的话 怎么都说不出来 最后我到 我要告他 秦湛点头 谁知牵扯到伤口 痛得他连连到吸气 我连忙上前检查 伤哪了 我看看 哎呦喂 我来得真不是时候 你们继续 继续 我什么都没看到 奶奶不知道什么时候来了 就站在病房门口 捂着眼镜从指缝中偷看 我无语 奶奶健壮笑咪咪地走进来 小湛啊 我都听说了 你是为了保护暖暖才受的伤 秦湛 是啊 为了保护他 我连命都豁出去了 奶奶连连点头 我们家也不是这么不懂理的 这么大的恩情无以回报 就让暖暖以身相许吧 奶奶根本没看到 我给他使眼色 三言两语 就给我定下了领证的日子 然后火急火燎地说 要回去给秦湛父母打电话 商量婚礼的日期 问都没问一句 我这个当事人的意见 看到秦湛掩饰不住笑意的脸 我瞪他 再笑 我给你请个护工 秦湛立马笑不出来了 奶奶知道 我威胁了秦湛后 又打电话凶我一顿 我算是知道自己在这个家的地位了 秦湛出院后 奶奶打着照顾他的旗号 把我的东西打包送到了秦湛家 他为你受的伤 你怎么都要照顾他到彻底康复吧 我没辙 只好老老实实地住进他家 拆了纱布 他三天两头喊头疼 动不动就要躺我腿上 让我按摩 直到那天 我提前下班回来 撞见他在客厅做俯卧撑 四目相对 秦湛悠悠擦了擦身上的汗 理直气壮地解释 做俯卧撑不需要用头 我似笑非笑地打量他 他拉着我的手放在他腹部 又哄道 要不要检查一下我的锻炼成果 我装傻 什么成果 秦湛把我放到床上时 笑得像得逞的大尾巴狼 脸本带立 让你体验我的俯卧撑有多标准 我浑身酥麻 嘴上不甘示弱 看着有点虚呀 不知道俯卧撑能做几个 秦湛危险密谋 手下动作没停 那就好好数数 少数一个多来一次 秦湛没说谎 身体力行地告诉我 他哪哪都不虚 半夜 他把我从怀里捞出来 拨开我额前的湿发 眼神揉得出水 还满意吗 嗯 还 还行 嘴硬的结果就是 他一晚上没让我睡 跟秦湛确认关系后 他人前金冷淡漠 人后狂热野性 该说不说 体验确实好 但是 我把自己卷成一个蝉蛹 不行 明天我有个重要的会议 今晚睡宿的 秦湛把我从被子里拽出来 搂在怀里 想什么呢 你以为我不用休息吗 我忙不迭点头 他倾笑出声 看来我让你很满意 江其言被判了十天 明天放出来 这几天等我去接你 不要单独出门知道吗 我乖巧点头 可没想到 第二天就见到了江其言 中午应酬回来 就被他拦在公司楼下 他胡子拉叉 很是憔悴 暖暖 我知道自己错了 你能不能再给我一个机会 是周元 周元说 他是老板的女儿 我才 我打断他的话 所以你爱的只是 老板的女儿这个身份 江其言否认 我一直爱的是你呀 就算你不是老板的女儿 我也爱你 我不知道 他为什么还能厚着脸皮 说出这样的话 但我很明确地告诉他 我不是你老板女儿的时候 你选择了放弃我 现在又因为我的身份 来求我原谅 江其言 别侮辱了爱这个字 而我以后 也永远不会是老板的女儿 而是老板 说吧 我转身就走 江其言上前来拽我 被保安拦下 他苦苦哀求 求你了暖暖 再给我一个机会吧 我真的知道 错了 我没有回头 机会我早就给过了他 使他没有珍惜 秦湛得到消息 急匆匆地赶过来 确认我没事 他狠狠松了一口气 我打去 就这么信不过我吗 嗯 信不过 行了 要不是你把他的事迹 宣扬出去 让他找不到工作 他也不会这么快来找我 秦湛不愿意了 你就这么了解他 这么相信他不会伤害你 我公司有保镖 他不理我 我去拉他的手 放软了态度 生气了 那我以后 出门就带好几个保镖 他好像更生气了 我捧着他的脸轻灼一下 我又不会对他旧情复燃 他脸色臭臭的 他差点碰到你了 那我去洗澡 他不说话 我牵着他进了里面的休息室 你帮我洗 洗到你满意为止 他还是不说话 但一进了休息室 就把门反锁 三五下脱了衣服 把我抱到盥洗台 从盥洗台到浴缸 再到床上 总算是把人哄好了 只是这一天之后 他就愈发粘人 就连婚礼的前一天 他也赖在我房间不肯走 最后还是他妈妈 强行来把人拉走的 婚礼那天 我没看到周园母女 问奶奶 才知道 他们已经被我爸赶了出去 那套房子也卖了 经历了这一次 我爸也没了找老伴的心思 一心只想和我奶奶回老家 过慢节奏的生活 据说他们被赶出去后 利用周园肚子里的孩子 缠上了江其言 江其言在江城找不到工作 只能带着周园回老家 日子过得鸡飞狗跳 还把孩子做没了 不过 这些都和我无关了 婚礼上 我把从小和秦湛的合照 放了出来 才惊觉 原来我们从未缺席过 对方生命中的重要时刻 向来稳重的秦湛 好几次失态 最后敬完酒 就拉着我回家了 他绑着我的手 折腾得我不停地流声里眼泪 他吻干我的泪 乖乖 今天在台上放照片的时候 我就想这样做了 总不能让我一个人哭 我只让他哭了一会儿 可他却让我哭了一整晚 他可真是个混蛋啊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